大家好 欢迎收看《铺木为户》为您带来的Pokemon GO BATTLE 今天是第一次尝试解说投稿的录像 这也是很荣幸的收到Nino1028同学 来自明尼苏达的一位华人学生的投稿 他赢得了他们明尼苏达的regional 5比0 他不是5比0 反正是好像是输了一场 然后再又打了些加赛 最后赢下了 他也应该是有资格去参加下一轮的continental的比赛 可惜我因为忙 错过了我这边的regional是吧 这也没有办法 然后他把录像通过Google Drive分享给我了 我也是尝试一下给大家解说 就像我给Kim投稿一样也有能给我投稿 当然我因为比较简陋 设备比较简陋 没有Kim能够做成华丽的样子 顺便说一句 我上次放的Cherry StanfiskCherry跟Bronzon的组合 GBL录像Kim已经放出来了 他的后期制作也是比较华丽的 这是很不错的 我就没什么后期了 尽量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regional的模式是远真杯 而远真杯跟GBL是很接近的 也是大家经常用的那些虫 而且又偶尔因为他的一些限制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面孔 你熟悉远真杯对GBL是很有帮助的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看看这个Nino同学他的阵容 是吧 好 这位挂国旗的就是Nino了 他这个前三个选择都是平平无奇了 这个第一代选的Hepernal 这个把它放在最上面吧 第一代选Hepernal 第二代选Mario 第三代选Ready Steel 他的比较Spicy的就是第四代这个Torji Kiss 是吧 然后第五代这个Scruffer Tree也不算 Scruffer Tree也不算特别的另类 也是有很轮选 然后那个Wildcard选择这个Megalian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选择 是吧 基本上是比较差 五六个里面五个都比较常见 叫Torji Kiss比较Spicy一点 好 我们看看他的发挥 好 这里他第一个对手是这个Score Mofo 他的阵容也是有点Spicy 但是他跟我们的Nilo同学同样 往一个方向Spicy 都选了一个Chamber 他第一代的Chamber是Weakly Tough 选的是这个 然后第二代RZMario 第三代Torji Kiss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第四代选择Empolian也比较Spicy 第五代Mario Rock比较常见的选择 第六个Wildcard是Blaziken 这个阵容是非常的Spicy 比我们的Nilo的腊味更加足 我们看看两人的交手情况 双方开打 这里必然是要用两倍数了 哎呦 这个忘记跳的太前 忘记看看我们Nilo同学的阵容组合 是吧 他手法是Hipno 然后RZMario 在后排好 看看手法是有利还是不利啊 这里必然是用两倍数啊 因为是一个录像比较多 大家将就的看一看 好这个的话嘛 你只要不被Shadow Ball 击中或者是不要被骗盾骗得太惨 应该是可以 好这里因为你的Hipno是比较刚的啊 这种蠢物的话 对方会倾向于用Shadow Ball 不骗盾 因为很多人都是仗着自己的虫比较刚 一般是不喜欢用盾 所以对方就直接瞎了过 但是我们的Nilo很准确的挡住了 然后对方换上这个Weakly Tuff 然后我们Nilo有Hard Counter Hard Counter Regi Steel 这个Regi Steel的这个出现正好 避开了他的二猪 那个Mari Rock 这是非常好的 好大家看到 这是我们Nilo同学的一个小技巧 他尽量把自己的血量给搞低一点 然后再放 结果把血量搞太低 让对方看到了赢的希望 这里使得对方用了盾 那我们也用一个盾 然后再这个Flash Cannon 将Weakly Tuff干掉 然后只留一点点血 不给你发门空间 好这里双方都没有盾了 都没有盾了 对方换上了一个地气额 我们正好有Standard旁极 他这个Hemoral的技能组合 跟我的是一样的 是吧 好的 这里我们换晚了一点 但是被打死了 但不要紧 我们有Azumario 把他的Mari Rock 变成我们的能量 然后再对着地气额 地气额虽然克制 Azumario的水系攻击 但是他是比较脆弱的 是挡不住一个Hydro Pump 他的Flash Cannon 他需要两个才能打死 我们的Azumario 这也是正好我们的 Ready Steel 没有留太多的体力的原因 当然如果留的体力多的话 有可能FocusBuds就出来了 Word4打Ready Steel的速度 应该没那么快 好 第二场我们需要调整一下阵容 看看还是说圆山亚 圆山亚 有时候赢了不换 有的时候赢了也会换 有的时候赢了不换 这都是随机的 这是看心情 看当时怎么想 这都没有定律的 我有时候我都试过 有时候我换了 结果结果只好发现 还是不换的好 有时候我不换 结果发现对方就真的 针对我刚才那三个阵容 这个时候大家就是心态放松 手发力 手发有力 咱们就抓住 这个有力的机会 争取不要让对方翻过来 手发不力 我们就想要把水搅混 安排我们的save switch 哇去 他这个过门这么长 看来对方是纠结了很久 好 我们把过门跳过去 我们还是 这个还没有手发 碰到他的地企鹅 而我们是有三德胖起的 但是对方的海角堪动 也是放的很快的 我们是挡了一下 但对方估计也会打 但是应该是必然是三德胖起 但是没得想了 打的shupery effective肯定会打 好了 第二个的话 应该是我们快一点 对方换了 换上mary rock 但这个换 我觉得虽然你骗了一个三德胖起 但是你不知道咱们有阿术 马尔吗 你是何必 你何苦 你纯粹的变成了阿术 马尔的能量 这肯定是个瞎着波 但是阿术马尔是可以吃一个的 好 这里我们 呦 这应该是个崩克拉伯 我觉得两个下落 不可能这么快的 可惜 可惜他按崩克拉伯说 我们也按了 这个 isbin 这里可以考虑underchat一下 这个也多高点能量 有无所谓了 好 对方来了 Wigglytuff 奇怪 为什么没上地企鹅呢 他想可能用cham 结果直接被我们的Hydro Pump 击中 那我们的这个Ready Steel就来了 这把就基本上就击击了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这个地企鹅 还有什么能够这个翻盘的机会了 是吧 这个isbin 我们吃下去没有任何问题 你地企鹅的话 我们这里 哎 这个这个有点冒险 这万一人家不挡的话 你这何必呢 哎 还是挡了 还是挡了 这完全应该用focus plus的 这个多多时的能量 就是几个这个老抗就回来了 这个用不着 用不着 好 这个focus就死掉了 机器 最后这个Wigglytuff 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那我们想想如果他不骗盾的话 不过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他不骗盾 人家那个Hydro Pump就先放了 是吧 对 这也是说不了 因为在两倍数下 这个细节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也有可能是需要骗 但是那个盾骗错了 那是 如果对方没挡 那是相当的亏 第七额是双倍克刚 是要出于2.56的 好 这里第三把 因为已经赢定了 我们的第三把就可以放飞了 这跟我的习惯也是一样 如果我2.0赢下来的话 第三把我尝试会用我的spicy的pick 这里他选择了touchy kiss 还有他的scruffity scruffity不算是特别spicy 那我们看touchy kiss能打谁 对方的是 哎呦 糟糕 这直接就被抓住了 这里对方的spicypick blaze king也来了 估计的第三把就有点悬了 是吧 这个是肯定是直接被下去 一个blaze kick 然后再counterdown 等一个counter结束 我们多一个盾 这里 哎呦 我们的这个 这个touchy kiss 打到这个blaze kick 身上只是中性伤害 而且blast burn 还是很疼的 好 我们把这个blaze kick 给cham下去了 然后对方的地琴鹅来了 哇 这是悲剧 悲剧 这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办法 我们再来骗盾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骗盾成功 加上来bluff 哎呦 骗盾失败 骗盾失败 人家的haiger 堪能来了 我们想换我们的这个 straffy 去打他的地球 但是来不及了 这机器 好 我们以2比1 赢下了这个第一轮 我们再看看 第二轮的对手是哪位 好 第二轮对手也是一个challenger 这个叫bongbong的reaper 他的这个选择 哦 也有点spicy 他第三代选择vigroth大猩猩 然后第4代toxicoke是比较正常的 第5代stamfisk也有很多人选 然后wildcard选择是shiftry 这样的话感觉这个智能力没有钢 没有钢 我们都不知道带了flyer 那我们的togekiss 应该是比较爽 当然人家有个电 有这个stamfisk 但是电打togekiss的话 对chall没有克制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下togekiss 这是我看这个智能的想法 这是第二轮 我们的leno同学的排平不正阶段 这里我们的togekiss 是我们的flyer 他对方没钢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我们的hypno的confusion 也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是吧 好 那么gill是好快的 刚才一下子没注意 回头看一看 选择是hypno togekiss 跟adrum mario 我想的一样 欺负他没钢 咱们confusion跟charm都带上 是吧 好 过分挑起来 对方好像又是选从比较纠结 两位树下也也停了这么久 是吧 赶紧赶紧赶紧 哎呦 哦 开始了 sorry 这个 哎呀 这个真的是难掌握 今年不输 大家放宽心一点 好 冲上大猩猩 大猩猩的counter被我们克制 他也换上了hypno 那我们是有shadowboard的 哎 我们这是啥意思 准备骗他一个盾 这里的话 对方 呦 还真挡了 哎 好 那这挡的话 这个shadowboard下去 就要他的命了 他估计会挡两下 又还真挡了两下 那我们也挡一下 对方挡还真不错的 因为有时候hypno 是不带shadowboard的 好了 这时候我们换上了 阿猪 Mario 对方是这个零盾 我们是一盾 这里不用打 看看他 他有shadowboard 说明他很可能带的是 ice punch 是吧 好 呜呼呼 他这时候换上toxic croc 那你换toxic croc 又不克制 还就怕我们换toxic croc 上了 有啥意义 这孩子被我们给喷了 是吧 这应该是个mutter bomb 这肯定不是 垃圾棒 是吧 所以是打不死 我们把它喷下去 还有一个 应该还有一个 i-z-bin 可以弄 是吧 好 这时候是一个i-z-bin 对方只剩一个hypn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toxic croc 可以把它掐死 就完了 好 这里挡一下吧 挡一下 i-z-punch 不是i-z-bin 说错了 果然是个i-z-punch shadow board toxic croc 是这个hypn 好 这个body slam 打了我们应该是很疼的 这是在great league toxic 是比较脆弱的 这个body slam 下一个估计就挂了 看挂了没 果然没挂 没挂 你看 不容易 居然没挂 这真是没想到 还来了一个ation power 基本上把这个大猩猩给搞死了 咱们再一个confusion下去 击击 这是toxic 是双倍克制大猩猩的counter 所以即使胜衣失血 大猩猩估计也要counter个两三下 那我们就可以放一个ation power了 好这把我说过 因为对方没刚 咱们的confusion跟charm 这个很好的 这个使用 这回怎么调整了一下顺序 对方的话 要他要对付confusion跟charm 有个没刚的话 很有可能 他应该用什么办法比较好 他的这个touchy kiss肯定是 toxic croc肯定是没啥戏 咱们看charm跟confusion 都是对他杀伤比较大的 他用stamp fix 倒是有可能 哎呦 换上azumario 好azumario 对azumario 我们是没有play rough的 不知道他对方的azumario 有没有play rough 我们看看对方半天不放 估计是没有play rough 我们是一个hydropump打过去 对方估计也是一个hydropump打过来 如果是play rough的话 估计早就放了 呦 他有play rough 还估计半天不放 有心机 心机比较高深 就不能不挡一下了 是吧 好 挡一下的话 感觉这个mirror肯定是打不赢的呀 那你其实挡的话 那个能赢 但是看看 嗯 需要看看这个play rough 然后就是一个ice bin ice bin可以搞了 哦 还是用hydropump 感觉各个对方那么少的血 应该用ice bin好一点 对方八成会挡的 不过 安定位了 我们估计用ice bin也可能放出两个ice bin 这个mirror肯定是输掉的 然后我们变成能量 就对方先换上他的这个hypnol 就看你挡不挡了 咱们是有shadow ball 砰的一下子 shadow ball成功击中 好 我估计对方会骗盾吗 这是一个standard punch 对方肯定得挡啊 再不挡人家的能量就白费了 好 那对方是standard punch 还是shadow ball 咱们 然后ice point 说说了 ice point 好 我们换上 投机kiss去吃 这个哎呦 还骗了一个下的窩 不错啊 骗了个下的窩 好 把它呛我们吃 然后对方的大猩猩来了 大猩猩 包里斯坦 我们估计就挂了 这把还不好说啊 这个包里斯坦 我们挂了之后 好 看看我们的这个standard punch 对方包里斯坦 对我们伤害是非常大的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standard punch 呦 他想骗我们的大招 失败了 哎呀 那我们的机会来了 standard punch 一定要两个 一个是打不死 shadow ball是被双重 克制的 一个standard punch 两个 哎呦 击击了啊 当然这只是 第二把击击了 好 那看来对方 第二把用一个 带play rough的 Azumaru给搬了回来 是我们的没有 输掉了 然后对方的这个大猩猩 看来是他比较易中的 大猩猩虽然 这个fighting 打到我们身上是被克制 但是他的body slam 不论是打投机kiss 还是打这个hyperlone 都是一打一个 五个血手印 是吧 是非常疼的 好 我们这回把投机kiss 给换掉 换成了我们的magellian magellian 比较皮糙漏后 然后frenzy plant 打的也是疼的 打谁谁怀孕 也是比较疼的 对方好像有没有 完全克制magellian的 好像 反正对方目前用的这三个 从事没有完全克制magellian的 不管是hyperlone也好 还是大猩猩也好 还是大猩猩也好 是没有的 除非对方调整阵容 是吧 好 对方还是hyperlone首发 两个hyperlone都是有 虾的波 要看谁人片盾成功了 这都是心理战的时候到了 好 咱们没有挡 对方是虾的波 我们这次有点疼 有点疼 我们stander punch 完了 这一上来 我们是非常的不利 是吧 好 我们再一个下了波来去 估计对方会挡的吧 好 挡的时候 估计就用 还好 还好 对方挡了 把能量给按出来了 我们赢了cmp 这个cmp赢得非常的重要 是吧 否则的话 我们估计就要在等顿的情况输掉了 好 他换上台 他这里着急了 他换上他的阿祖马里 就没想到我们却带了michalien michalien 这个盾其实都不用交出来 michalien是可以吃下一个icebin的 等到对方交盾的时候 我们再交盾 好 对方这个盾 我们想保留michalien的能量 当然也是为了等盾 是吧 因为对方本来就比我们多用一个盾 所以说我们也不在乎 然后把这个阿祖马里干了之后 咱们还有一定的能量剩余 我说过franny plant打谁谁怀孕 在没盾的情况下michalien 开始要暴走了 来 果然他还是 这是刚才的三个阵容 对方没有调整阵容 所以我们michalien 骑兵一出 对方所有的人 都是三个都是承受不住 michalien的疯狂生长的小潮 鸡鸡 我们又以2比1 拿下了第二轮 michalien 调整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的投击kiss 虽然欺负对方没有钢 但是投击kiss的发挥 呦 想暂停怎么站不住 我个去 第三轮我们碰上一个ace 这个不无知懂 卧槽 这家伙ace的分数好像比我还高 是吧 他的阵容里面也没有钢 但是他虽然没有钢 他却带了merc 阿罗拉的merc 所以merc的话打这个 hypnol 他虽然没钢 但你的confusion是嚣张不了的 人家有暗黑 是吧 然后打这个投击kiss 他也有毒 有毒 所以是不能轻大意的 好 他第三代选的是 atario 然后第四代 Torchicorp 然后那个wild card 跟我们选的一样 这种非常相似 只不过这个 在这个regi steel 和atario 这里有点不同 然后我们有一个 比较spicy的 这个投击kiss 然后我们第五代 选的是那个 scruffy scruffy 好 我们看这回结果如何 好 我们选择的正宗是hypnol 这个targetkiss 跟regi steel 这个正宗是有点怕 有点怕 那个阿罗拉的merc 是吧 但是对这个 atario 那是压得死死的 好 看看 对阵开始 hypnol 碰hypnol 那我们是有 修罗波的 我不知道对方的 修罗波 有没有修罗波 如果没有的话 那肯定是我们在优势 是吧 好 好了半天 我们想等对方先放 挡一挡 看看standerpunch 这也不知道对方是骗盾 还是说是没带 下的窩力 我们也来个 三的胖气 糟糕 我们这一上来 又是不利 然后三的胖气之后 一个下的窩 看看对方打还是不挡 没挡 直接秒了 好 行 那我们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 虽然多耗了一个盾 但这血量 加上我们的三的胖气 是会逼阿珠玛丘交出来 然后他既然上阿珠玛丘说明他没有带阿珠玛丘的merc 是吧 我说过我们这阵容比较怕这个merc的 好 这个爱死病 我们应该还能再放一个啊 这个这个山的胖气 把他一个盾逼出来 是吧 好 把盾逼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多一个盾了 我们现在多一个盾了 好 这个话应该是个Hydro Pump 过来是Hydro Pump 我们就作为这个 Red Steel吃一个Hydro Pump 表示压力不大 给他一个Flash Cannon 电动的一下子没死 在同时换了 我来个去 这个这把应该赢了 这把应该赢了 好 我们肯定是挡一下 这个是垃圾棒 暂时吃不消的 Red Steel要打赢 好 他这个不管你骗盾 还是不骗盾 你都是会被我们抢下去的 那我们的这个Touchikis Go to the town 他就连没带mark 对方可能 我们这里对付 哦 因为我们有一个Skwafety 估计是把他mark 阿罗拉的那个mark给吓住了 是吧 好 这一上来 是我们在正能选择方面 还有在我们的这个Shadowboard 击中对方的这个情况下 都做的不错 在Hepro Mirror的时候 做的不错 这会我们进行调整 把Magallion又拿出来了 想重复复制上一把的辉煌 是吧 还是Hepro首发 后面换成Magallion 跟Azumara 这伊兰是比较怕 这个mark的 好 就对方上了这个Magallion 哎呦 那这还麻烦了 咱们这里唯一能跟Magallion打的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的Hepro了 是吧 那这个只能咬牙用盾了 然后只能用 我们没带埃子捧起 是吧 这这这Shadowboard 虽然 击中了 击中了 不错 好 那再多用一个盾的情况下 把这个Magallion打死还是可以的 然后咱们还有一个Standepunk 或者是有一个Shadowboard 看对方是谁过来 对方也是Hepro过来了 肯定是Shadowboard 把这个盾给找回来 当然我们会被他confusion给下 confusion下去 给他一定的能量 然后我们估计要用我们的Magallion 对只能用我们的Magallion 因为他是有Standepunk Standepunk 不过他没有展示他的另外一个大招 这位对手的第二个大招 不知道是啥 如果是两个胖气的话 我们是有点头疼的 哎呀果然两个胖气 这是Spunk 但我们挡了一个 他第二个来了也是比较快的 Spunk会打到我们比较疼的 好 这又是带两个胖气的好处 对炒 还是对这个Mario还是对这个Atario 都是可以的 我们这里换上我们的Mario 想吸收他的一个Spunk 不知道 成功了 成功了 感觉我们这里啥都做对了 哎呦 结果对方也上了一个ASMario 那我们只能乞讨他没有PlayRough了 自然而在都没有盾的情况下 他如果有PlayRough的话 咱们可能是打不赢的 打不赢的 不过刚才 哎呦 Hydri Pump 刚才他骗那个 骗那个Spunk 骗的是相当的漂亮的 是吧 好 那我们这把应该是应该是能够拿下了 我觉得 那时候对对方的话 哦 还不好说 对方这这这这这开机放 我可能把我们给喷死了 因为我们没按出来 哎呀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这个没按出来实在是太伤了 太伤了 就差这么一点点 Spunk 我们虽然骗了他一个Spunk 但这一个Spunk 加上confusion造成的伤害 使得我们的血量不够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这是一个Lucky的Azmario 是吧 不知道他的IV是如何的 如果是一个比较低功一点的 这个85 15这样的Azmario话 说不定 那个Spunk就放出来了 真是太遗憾了 所以说IV还是很重要的 是吧 好 这把 哇靠 这把这个第三把就更惨了 一上来直接被抓呀 这是赶紧跑吧 我估计想骗他一个大招还是怎么着 好 想骗他一个大招 没骗到 没骗到这里就只能挡了 这Sludge Wave可不是好玩的 好 我们这回 又上了三个都落语 这个阿罗拉这个Mark的 这个阵容 他前面一直没有用阿罗拉的Mark 反而在对方发现我们不喜欢用这个Skwafety的时候 他果断的把Mark拿出来了 这下我们就尴尬了 尴尬了 因为我们这个Azmario死了之后 后面两个都不够Mark玩的 是吧 这这这怎么办呢 这把呢 那要输了 哎呦 我们的HIGHGPUB HIGHGPUB又没放出来 大家可见呢 IV啊 一定要用一个好IV的Azmario 是吧 这这再是证明了IV不行的话 每次能量够了 就是点不出来 你就插了一丝血 把那个能量给点出来 那种悲剧 好 那这个我们的HIGHPRO 及时能够打赢 哎呦 还还要再七个大招 你看人家的IV 看看人家 人家就是一丝血能放出一个大招 我们每次 这个就是能量好了 可是大招却点不出来 好 我们为了多造成一点伤害 是把Skwafety按住去了 Skwafety肯定是造成的伤害要多的 哎呦 还把对方的能量给逼出来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好 那我们的这个麦格林 呦 还有点卡 对方已经到了这个Frenzy Plant 这个效果了 他牺牲他的Arz Mario 那Arz Mario来吃一个Frenzy Plant 那是可以的 对吧 因为他的Mark 他的Mark的那个Sludge Wave 哎呦 我们这里感觉不该打 这个Ice Bean是打不死的 但是Sludge Wave是能打死的 好 我们估计想发不当 然后赢得CMP 就我们CMP又输了 可惜了 我觉得Ice Bean不打的话 虽然也打得很疼 但至少不会被打死 这个就有点遗憾了 是吧 这个Sludge Wave 直接把我们给打死了 可惜 这把我们说了 并没有取得很少 还是输了 下一轮对手Rock Pretty 输给了 刚才输给那个Ace 其实是也是很正常的 我说过那个Ace的分比我还高 是吧 比我还接近Elite 应该是个老手 好 我们下回又对着一个Challenger RockPretty 它的阵容是Vanusar 作为一代 Azumaru作为第二代 基本上是铁打不动的 第三代Altario 然后第四代Toxquark 然后第五代MailMindle 感觉跟我的选择有点像 是吧 只不过我第一代选择是Hepelon 然后我第三代没有选Altario 它的Wildcard选择是Saber 那这个Saber的话 是被我们的Shrug Free玩客的 估计它也是不敢随便用的 就像上一把Ace 连着两次都不敢用它的Mark 即使我们的阵容 两次拿出来的都是比较落于Aulola的一个Mark 对方只到第三次确保了我们不喜欢用Squark 才拿出来 是吧 所以我猜这个对手前两轮也是不敢随便用Saber Eye的 是吧 毕竟被我们的Squark 刻的有点有点狠 那我们看看会不会如此 好 我们阵容选择是Ready Steel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对付Saber的一个Charm 这个淘吉吉 对方估计更不会用他的Saber了 然后我们带的又是Azumario 是吧 这个等于把他Saber刻的死死的 好 我们把过分挑一下对方旋从比较纠结 哎呦 这回情况不要挑快了 不要挑快了 好 差不多了 好 开始 Ready Steel 手发碰见Azumario 这个话还算是五五开吧 看看对方肯定是 现在Azumario不带Hydro Pump 是很少的是吧 对方带了Hydro Pump 如果我们没有挡这个Hydro Pump的话 估计是 呃 哎呦 对方Ice Bean Ice Bean这是骗盾呢 还是说他没有带Hydro Pump呢 这打了有点鬼 一般Azumario 对Ready Steel 很少拿这个Ice Bean来骗的 好 他骗子 扔上了他的这个 呃 Toss Quilk 是吧 那我们肯定是要挡一下的 然后把他给Cham下去 挡一下之后Cham死 然后涨了一定轮量 对方是有钢的啊 是有这个啊 Malmantle的 但是呦 他没有啊 Malmantle 他直接上了这个Azumario Ice Bean 咱们是吃了下去的啊 吃下去之后 可惜这个A型Power的人 威力被大大的减少了 是吧 砸了一下人 不过靠着Cham也把他打了挺惨的 哎 那我们直接想把他给Lockdown下去吗 Ice Bean 对方看样子是真没有 Hairo Pump 那真的被我们Lockdown下去了 我两个去 只剩这一点Malmantle来了 好 我们这一个Flash开拢 对方还真猜中了 没挡 哎呀 这亏了呀 这早知道Focus Plus 这这里教大家一个技巧 这是新的版本之后 你在对方换宠的时候 注意右上角 对方的宠没露脸之前 宠物的属性会先露出来 大家如果记得看我投稿Kin的视频的时候 有最后一次 Kin都觉得奇怪 我怎么没看见宠 就直接点火属性的技能了 因为我看见了属性 对方上的是一个钢属性的 所以我的Cherry就不用考虑用草 那个收了病了 所以直接火属性的Wireable就扔出去了 是吧 好 好在Malmantle是比较脆弱的 这是Great League 在等顿的情况下 被我们的阿祖玛瑞给K下去了 还是不容易的 好 当这个Malmantle被我K下去的原因 本来它是就是打平的 何况它还吃了一个Flash candle 好 我们这里调整了一下Hipron手法 然后是Ready Steel 把Azumaru换成了Tochikis 考虑考虑 在这两个仙中间一直在纠结 一直在犹豫 结果决定把两个仙都带上 都没有 还是调了一下 Hipron手法 Ready Steel和Azumaru在后面 Tochikis还是没有带 哎呀 悲剧 悲剧了 赶紧跑 这没什么想到 没什么想到 但这里又只能换上Azumaru 还好 对方没有带Azumaru的Hard Counter 这只是一个Soft Counter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Liability的Switch 好 这样的话 对方的Tochikis 好像是 这不可能这么快吧 我还真这么快 两枚数的时候确实看不出来 是吧 咱们被两个盾都投资下去 在两个盾投资的时候 Tochikis是没法赢的 我们必须流转不利的对局 即使多交一个盾 好 对方是因为是没有馒头 这个问题不大 是吧 咱多交了一个盾 它肯定是要交回来的 好 他换上了他的这个Soft Bar 我们还巴不得呢 我们还巴不得让你去吃吃这个Hydro Pump 是吧 好 这样的话 这个Soft Bar死了之后 然后我们应该直接Lock on下去 然后对付这个Miao Mantle 然后我们想骗他的一个 骗他一个这个 这个Super Power 估计没有骗成 没骗成 不要紧 没有骗成 不要紧 我们正好是带了三的胖起 直接对他搞三的胖起就行了 如果我们直接搞Shadow War 这用不着吧 对方会挡的吧 他真不挡 我哪个去 这个Miao Mantle搞笑 你这个盾留着过年 这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可能觉得我们另外一个 从身上有能量 我已经快不记得了 Guess that was a mistake 是吧 他们才聊了一下 好 那个人说我只打两场 但是他对方就开始进行一下聊天 就没必要看了 我赶紧 咦 这是能直接进入下一轮了吗 还是对手还是这个 还是他只打两场就不打了 对手换了 看来这场只有这两局 他估计是2-0就直接拿下了 我们看进入下一个 我们进入下一个对手 下一个对手是这个 Jeremy6916 他的阵容是非常的Spicy 我放下望去只看见 Atario跟Mari Rock 这两个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选择 第一代选择Lapras Lapras也不是特别Spicy 我记得我有一个Turning里面 就选了Lapras作为第一代 然后第二代他选的是Hemon Top 这个家伙是有点意思的 我见别人用过 他的Close Combat 作为Fighting非常强大 然后还有一个Stone Edge 可以用来打那些克制Fighting的 这比如说Arzumaru 或者是Atario之类的 是吧 好 然后他第四代用的是Megalenzone Megalenzone 是我们的电磁怪 磁钢怪 这个家伙在Great League是比较脆的 别看他有钢属性 Frenzy Plunk打他也是疼得熬叫 是吧 好 然后他这个Wild Card的Pick是Clifable Clifable是因为不像WeaklyTuff 是不能作为Wild Card Clifable跟Touchikis 好像是Touchikis好像也是不行 所以说他可能想要一个Charm 就选择了作为Wild Card的Clifable 好 我们看看对局如何 好 看我们开始排名不正 Arzumaru和Red Steel 还有Hypno 我们考虑是最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们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三个宠 我们用的最熟练的 也就是这三个宠 其他的三个 咱们是Megalian用的比较多 Touchikis用的比较多 Sherography Sherography 我们显然是不太熟悉的 放在里面就是吓人 吓人用的 经常能把别人的 大个属性给吓住 是吧 好 因为Arzumaru没有带PlayRaw 碰见Laproth是很麻烦的 这也是我在一个Tunny 选择Laproth的原因 你肯定是打平的 你即使挡了Skobel 系列是打平的 是吧 没挡了就更打平了 所以我们考虑换人 换人是很不错的 因为他一换 他提升的防御的效果 就失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又多一个盾 然后在面对Charm的时候 咱们的Standard Pongy 可以直接放 实际上我们可以考虑 虾斗墨 因为对方不是Shift 可能一个虾斗墨 不是WeaklyTuff 这个是一个Clapable 一个虾斗墨 可能都是要打死的感觉 好 我们现在占了两个盾的优势 然后又能量的优势 对方基本上就没啥戏了 我觉得他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是吧 好 即使他换上了他的Himtov 的这一个Focus Plus 加这一个Ispin 他也是挂了的机会 他都不给他 哟 哟 还说不给他换 他换上了一个Laprox 那这样的话 还是 这还是有点麻烦的 这有点麻烦的 好 我觉得的话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保 这个Ispin Mario 这是在争取 把他Laprox给喷下去 他Laprox提高攻击力的效果 已经过去了 是吧 咱们 咱们争取的话 又找 这还不好说 不过我们有一个盾 有一个盾问题不大 这应该能够放出一个Flash 开弄 应该就赢了 如果没有盾的话 对方一个Close Combat 我们就挂了 还好 咱们还是有惊无险的 获得了胜利 毕竟一上来 开局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换上 Hepno的时候 对方Claffable 绝对是一个败笔 好 我们还是老三样 Arzo Mario Registil 跟Hepno 在后面 这三个组合 我们是用的是滚瓜 烂熟 好 碰见小吃怪 拉Arzo Mario 估计得跑 估计得跑 小吃怪的 这不是小吃怪 这是净化过的吃怪 然后他还刻着我们的Ice Bean 说过对方比较脆弱 咱们即使是Ice Bean 打了他 他也得挡 然后对方 WildChart来了 我们选择挡 它是个Mirror Shot Mirror Shot 成功的偏了我们盾 那这样是麻烦了 我们决定两个盾都用了 WildChart来了 Mirror Shot 能够比WildChart 少耗很多能量 好像是35能量 那我们故意赶紧 赶紧换 这换的漂亮 对方肯定是WildChart来了 咱们吸收一下 虽然WildChart的大门也很疼 好 他为什么不马上换成他的Fighting 何必给我们这些能量的积累 这样的话 他的Closebound Combat 是要降低他的防御的老门 为什么选Mirror 降低了防御 直接Hero把它给Charm 这直接选Hero 把它Confusion下去不好 这搞得白白 又多牺牲一个Mirror 是吧 好了 对方在没有盾的情况下 直接一个小乐波 我们终于领会到了 他不是Wigley Tough 是可以用小乐波搞的 好 小Squad来了 估计要输了 这个弯的下去 可不是开玩笑的 是吧 急急了 好 然后现在两局打成1比1 第三把 估计要调整了 然后对方一个小Squad 抓住了我们的手法 搞到我们后面有点被动 虽然对方换人有点晚 但是还是稳稳的拿下了胜利 但我觉得应该是用Hepno 当不该扔出Arch Mario的 当然以我们的考虑是Arch Mario 对方有一个Wild Charge 我们Arch Mario总之是个死 还不如消耗在他的Hepnotop身上 是吧 估计这也是一种考虑 好 那看第三局 我们要做一下调整 或者是我们看看对方会不会 自作聪明的做出错误的调整 我们好像储物没换 还是那老三样 其实我觉得Maggain是可以考虑的 是吧 Maggain不怕电 也不怕MirrorShot 所以说他的小Squad 是很难伤到我们的Maggain 好了 现在 现在磁缸怪对我们的Ready Steel的话 我们应该是Focus Plus打下去 我们肯定是要好他的盾 他小脆皮 如果不挡直接被秒掉了 他如果挡的话 我们可以以盾的优势 他换人了 这个换人是为什么 你弯的下去放过来的话 他故意是打匀的 弯的下去放过来 我们一挡 然后在Focus Plus 估计他又要挡 对方的Squad被我们挡了 Mirror是玩吃他的 这是没有任何学练的 所以说这把我们应该是积极了 我有空我要模拟一下 磁缸怪对 Ready Steel 感觉磁缸怪放 Wild Charge没有那么慢 没有那么慢 是吧 Ready Steel一顿的话 很有可能是打的 是打的赢的 好 这个Wild Charge 把我们电视 然后我们的Focus Plus 已经好了 你小吃怪 吃干怪 已经无处可逃 咱们现在还多一个盾 可惜被掐不当了 但毕竟还多一个盾 是吧 这次基本上已经积极了 我们很不容易 以2比1 赢得了胜利 然后我们再调整了一下 这个手法 换上了我们的Ready Steel Ready Steel 毕竟还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家伙 即使面对这个小吃怪 你克制我们的Flesh Cannon 咱们还有Focus Blast 好 五轮打完 我们取得了四神一负 而且很幸运 估计是有多个人都取得了四神一负 没有人取得5比0的 对吧 然后我们的对手 还是比较幸运 我们对手基本上都是Challenge 都是Challenger 只输给了一个Ace 是吧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不管怎么说 还是四神一负 然后后面进入加赛 我们加赛第一轮的对手 是Dion 我们看他的阵容 前面 他的阵容是非常的标准的阵容 是吧 Hepinol Azuma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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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chicoke Mark 跟Maggillian 一点都不Spicy 好 看看我们会不会 我们的Graphity 会不会把这个Mark给吓住 然后对Ace的时候 那家伙是两轮都没有用这个Mark的 看看同样的事情会不会重演 好 我们阵容做出了一点调整 Azumarion 换成了Torchickees Torchickees Red Steel 跟Hypno Hepno的阵容 好 一上来碰见对方的Azumarion 那这个的话 感觉是Azumarion 好我们换上我们的Hepno 对方上了这个Maggillian 哎呦 这个Maggillian上的是有点有点伤 咱们是没有Azpunch 只有Shadow Ball 但这个Shadow Ball 打了 刚才我们已经见过了 也可以把Maggillian打得要 要死要活 哎呦 结果被挡了 没有办法了 是吧 不过至少咱们多一个盾 好 那 这样的话 我们靠着这个多的一个盾 应该是能够恰恰姆汁 是吧 恰姆汁 好 这个Frenzy Plank的话 怎么应该吃了下去 哎呦呦呦呦 我真不如意 Frenzy Plank就是一个比较变态的技能 是吧 好 他说Maggillian愿意把能量当不掉 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现在Ready Steel来了 咱们还多一个盾 看看是Tray 好 Toxic Quark 是吧 你不是克制我们吗 但是 咱们Flyshkano也不是开玩笑的 可惜的话 我们虽然Flyshkano打了他只剩一点点血 但是我们Lokhound的伤害实在是太低 只能再靠一个Flyshkano 将它打死 那我们后面估计悬了 如果是Haggy Pump的话就急急了 Haggy Pump来了第一轮 估计就要死了 对吧 一上来就输了一场 可惜可惜 好 看来我们第二轮要不要调整一下 还是老三样的 还是变一变的 看要变正啊 好 就老三样 但是顺序变了一下 我们的Hepno放在前面 后面的这个陶级Kids对付 Magallion 那个 Raggy Steel的话对付他的Asmario 然后这个Hepno对付这个Toxic Quark 好 果然对方没有用阿罗拉的Murk 看见没 我说过我们的这个Scruff是可以吓到人的 哎呀 这这这这这这这上来又又比较头疼 是吧 这个这个 咱们想骗个Sky Tag 还失败了 真是 比较 我对他为他开始担心了 是吧 好 我们换上了这个陶级Kids 对方没有带陶级Kids的Hot Counter 只能换上对方的 换上了这个阿罗拉的Mario 我选择Ice Bean 挡了 然后 肯定是这个还这里不用想 你这个Flame slower 肯定是不会用的 可以一泡早点丢 说不定得到属性提升了 那也有 结果又没有得到属性提升 悲剧 我们选择用两个盾 对方既然用阿罗拉的Mario 对这个考虑是对的 对方既然用阿罗拉的Mario 来打投机Kids 说明他没有很好的对付投机Kids的 这个 这个人选 是吧 好 这边 哎呦 这个太关键了 这个太关键 不过也没啥 对方用Mardbump 这个太关键了 对方直接Mardbump扔出来了 这如果不是Mardbump的话 一个一个 这一个 这个Slidebump就可以把我们搞死了 我们在非常不利的开局情况下 靠着这个神奇的10%的几率 Asian Power的属性提升 完成了利息 哎呀 这是运气爆棚 好 这时候我们调整了一下 投机Kids作为大工程 要带着然后Ready Steel首发抓住他的Magallion 但Magallion是有Earthquake的 是吧 那个我们看看对方选择Stay 我们肯定是我们的Fly Cannon先放 然后我们就要考虑要不要挡了 是吧 估计是不会挡 Earthquake死不了人的 我们选择挡看看 Frandy Plank偏顿 哎呦这又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咱们Fly Cannon是打不死他 对方的Earthquake也应该是打不死我们 我们我觉得应该是打不死的 好 Ready Steel可是比较很比较刚的是吧 你看打不死 打不死了 我们在他Franzy Plank之前 又放了一个Fly Cannon 这样的话 把他还是打死了 看见这个Magallion骗顿成功也是搞不死的 好 他这个Mark想真正用Snar Snar把我们给搞死是很难的 咱们这一个Fly Cannon来了 但是面对这个满能量的Mark 这上谁都头疼呢 好 来Charm 那这肯定是 觉得他是要挡了 结果又被骗蹲了 那这样的话只能吃下他Snar 就有了 因为你无论换谁 都是没有办法的 都是吃不下这个Snar就为了 是吧 咱们只能 呜 他算是飞快的换下了 他的这个Mark优恋 制作聪明了 是吧 咱们这个Fly Cannon之后 这肯定是发不当 我说过Ispin杀不死人 但是Snar就为我会杀死你 是吧 所以你一定要吃下这个Ispin 然后再一个Fly Cannon 哦 在Esquare也行 其实Fly Cannon就可以了 大家看见Fly Cannon是个 非常变态的技能 即使Mark这个克制他 也是长 挨不下 这一家伙的 这把我们是赢得非常的惊险 但是 胜利的女神 站在我们这边 向我们微笑 这是没有办法的 好 我们终于迎来了 第二个Ace对手 这个分数也是非常高 是吧 也是超过我的 然后他们 他有一个Spicy Peak 就是这个Fyrethorn 作为他的第五代的Peak 然后他的这个Mark 是作为Wildcard 作为外卡选手参赛 好 那前面四个是比较标准的 他的一个唯一的钢是这个Fyrethorn 但这个钢是对非属性没有什么克制 但却是克制我们confusion的 而我们好像正好没有什么非属性的攻击力 我们那个飞是一个Charm 也是被他克制的 感觉有点头疼 那么不是很好打 这个钢的选择 我们是有压力有点大的 好 我们选择的是这个Ready Steel 这个陶吉克斯跟阿珠 阿珠 Mario 是不是阿珠 第三个 哦没有 是Hipno Hipno 因为阿珠Mario被Ferris上是王克 这个Hipno的话好像也是王克 至少还有个下落波 是吧 好 这一上来Ready Steel对这个阿珠Mario 那对方的这个Hipno Hipno 他是打的有点疼的是吧 我们看看啊 我们是怎么样选择 我觉得挡好挡住了Hipno 那肯定是赢了 但对方很有可能是不用盾的 如果我是阿珠Mario 对方挡了我的Hipno的话 我就不用盾了 一打进来用盾了 应该还是输 用盾的应该还是输 这个Hipno打不死我们 然后我们这个Hipno Flash Cannon的话 也应该是打不死 拉B 拉B 你看 这是1 2 3 4 5 6 你看 过来我记得是用盾还是输的 是吧 好 Toxic Quaker来了 但是却必须吃下我们这一个Flash Cannon 我们这非常大的优势 好我们换人对方也换人是吧 咱们是瞬间换 那这样的话 我们那个盾是不是得留着呀 糟糕 他有Stand Punch 他有Stand Punch 说明我们是打平的 在等盾的情况下是打平的 那我们肯定是不用盾 在0盾的情况下 咱们还是有希望的 是吧 有没有希望 我们这盾肯定是要留着的 是不会用的 是吧 而他的这个盾留着不用 是值得伤缺的 值得伤缺的 好 你看在0盾的情况下 咱们赢了 赢得非常有尊严 是吧 直接把他给打死了 这个Hyper Hypnose 戴Stand Punch 应该是用盾 在1盾的情况下 应该是可以赢Archumario的 是吧 而我们那个盾是不敢用的 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Toxic 是怕这个Sludgy Bomb 是吧 所以说可见 不过对方的劣势也是非常大的 他那点血的Toxic Quaker 也不一定能放得出Sludgy Bomb 看他讲话去了 他这位Nino同学的智隆是啥 好像还是那三样 是吧 我们干脆倒回去看一下 这个是好 好多就可以觉得 哦 他是Hypernose Rage Steel 跟Magallion 那只换了两个 三个里面换了两个 好 上来 Hypernose碰上了Archumario 是吧 我们是有Sludgy 是不怕的 是可以一战的 好 如果他对方好像也换上Hypernose 吃下了我们这一个 三的Punch 然后我们应该是换上我们的 这个Rage Steel了 是吧 好 Hypernose的话 他除非带File Punch 是是是是 不带File Punch 是非常另类的 所以我们Rage Steel 应该是稳稳的 能够打赢这个Hypernose 不用有任何担心 而且会赢得非常有尊严 是吧 对方这个坏人 感觉是有待商榷的 是是是是 这你会吃非常大的亏 你Archumario 也不可能完全把我们Farm down 让把我们Farm下去 好 Archumario回来了 到我们只有Flash 开了 这一个应该是Hagipump Hagipump File Punch 搞不出来了 但是你的能量也耗尽了 而且你要面对更加可怕的对手 就是我们的Meginian 好 艾斯宾 我们挡了 看看怕他会换人 是吧 可能他没有换人的意思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到时间就放你的大招 对方又会换人骗 你如果放晚了的话 对方有可能晚一点再换 是吧 好 他这里来了 他这里来了 就算我们说了这个Farsound 我们是没有很好的对付这个Farsound 这个人选的 但我们好在 我们的Hypernose 有一个Shadow 小路不被挡 小路不被挡了 这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这样的话 我们选择没有挡 没有挡的话 他我们Farsound 是被双倍克制的 对方有没有Farsound 开拢了吗 是个Power Wave 又骗了我们一个盾 换上Arzumaro Ice Bean Ice Bean是打不死的 Ice Bean是打不死的 反而会被我们 farm一下 是吧 好 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肯定你是不可能farm到底的 你先给他一个Farsound 然后再争取Earthquake Earthquake 哎呦 哎呦 这Farsound够了吗 双倍克制 哎呦 这么不容易 Watch 忽然封了伊兰 将他Farsound给打死了 叽叽 对啊 打出了叽叽 好 咦 估计是看这意思 不想打第三把了 是吧 估计 2比0 我们一干又 我们终于干掉了一个非常高位的一个Ace 证明了自己 好 我们下一个对手Alpha B Alpha Feeb 不是Alpha B 是Alpha Feeb 这个家伙跟我在一个Goal Stadium的这个Lobby里面 是吧 估计我以后会经常碰见他 没想到他也是来自Mini苏达的 好 他的阵容 哎呦 前三个跟我们选择一样 第四个Toss Quake 也有这个Farsound 哎呦这个Farsound 我们还连续碰见两次 然后最后这个Saver 这个Saver在我们的这个TorchKiss 跟这个Squarefty面前 估计是不不大会使用的 好估计是用前五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会不会再次拿出老三样的拭目以待 好 咱们开始这个选择过程没有录下来 是吧 所以我并不知道他带的是哪三个 但是我只知道他手法非常的有力 哇靠 然后画上 呦 呦 这下子有点尴尬呀 有点尴尬呀 我们正好没有带Red Steel的Counter 这下子尴尬了 尴尬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挡这个Focus Blast 这个有力的手法 不知道能不能维持 对方肯定会挡的 对方是要想尽办法 要避开 这个 要避开他的这个Toss Quake 对着我们的Hypno 是吧 好 Focus Blast 估计对方还会挡 还会挡 应该我说吧 那我们肯定是不挡的 对方要把我们捞个当下 下去也是不现实的 看着一个Fly Fly 看到 我们还挡了 还挡了 对方换上了 阿猪 Mario 哇操 这个换的非常的牛逼 正好我们的Focus Blast 被骗了 但是 但是他即将面对我们的可怕的 这个Magellian 可以吃下一个Ice Bean 再多发明一个Frenzy Plant 然后再将它干掉 我们这个时间恰的是刚刚好 刚刚好 病了一下子死了 然后还有一个Frenzy Plant 应该他的 还有一个Earthquake都好了 我哪个去Magellian Go to the town 哈哈 在没有炖的情况下 我们的Magellian暴走了 暴走了 可惜没有再把这个Red Steel也暴走下去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健康的Hypno 这个霞乐波 可以够它吃两核 我们可以吃两个Fly Cannon 但是它是一个霞乐波 加上一个Ice Punch 就挂了 就挂了 哎呦 这把还是挺悬的 我们这一上来 我们这都不用Sender Punch Confusion就下去了 我们一上来绝对 那个刘逼的这个手法 结果因为没有带Red Steel Counter 非常的尴尬 我们这个唯一一个Fighting Fighting 是我们不喜欢用的Squaffity 所以说对方扔上这个Red Steel 我们是极其尴尬 只能把我们的Red Steel扔上去 好 我们现在还是老三羊 直接Red Steel手法了 如果你扔上Red Steel 我们也有能量优势 经过上一把的打击 我们是赌 对方不会再用Touchi Quake手法 看看我们赌对了没有 好 对方果然在纠结 在纠结 在鱿鱼 在这里 Fighting 往哪个去 这么长 这么长 好 终于来了 对方果然不敢用Touchi Quake手法 我们赌对了 换上他的 这个阿猪马尤 但是我们你有你的阿猪马尤 我有我们的麦给脸 你看看 绝对是一个SB No problem 两个SB才能将我们搞死 Frenzy Plant 1,2,3,4,5 呦 他真搞出了一个第二个SB 但是我们却有能量 有能量的麦给脸 你的盾总得交出来的 怎么Earthquake跟Frenzy Plant 都不是开玩笑的 好 到现在换上的是Hibno 那我们是Frenzy Plant 有可能两个Frenzy Plant 都不是开玩笑的 你看 又是一个Frenzy Plant Magnon就是这么变态 呸的一下子 好 他把我们给搞下去了 但是我们的Ready Steel来了 你除非带Firepunch 没有带 Shadowboy 也不是那么疼 好 他是QQ 要面对我们的 要面对着我们的Hibno 你即使是Sludgy Bomb 也没有那么吓人 是吧 被我们confusion下去 然后再一个Shadowboy 基本上就可以GG了 是吧 他这里盾耗下之后 你是挡不住我们 挡不住我们的Ready Steel的打击的 好 我们这里把盾给搞出来了 没必要 这里 我们反正觉得已经稳赢了 我觉得是让他打死用Ready Steel 搞死他 还是更稳妥一点 当然也行 也行 好 又拿下了 这一局 是吧 GG RFB You can have the third 好 我们已经2比0 拿下了 对方已经不打算 不打算再进行第三局了 因为显然这个时间可能进行的比较长 大家都累了 这对恭喜 恭喜我们的 这个Nino同学在拿下4比1之后 在后面的加赛中间连续获胜 最后就统治了民地苏达的Ready Steel 这是我第一次做别人投稿的解说 做的不好的地方 大家多担待 我觉得我远真杯跟GBL的接近 比较接近的地方是很多的 对吧 然后这里我们看出来 有时候你带了虫 用来吓人的 它这个SIGGRAPHY SIGGRAPHY只有在这个2比0尾盈的情况下 用过一次 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了 但是却成功的下退了 对方的这个Sibre 曾经还下了一下这个Mark 是吧 都是起到了这个板凳压力的作用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